我们来看一下 我把这个往上拉 移到中间黑色这里呢 然后把滑鼠标 做什么 再往上拉 我这样实际上看得比较清楚 来 老师看一下 我们来对一下喔 第一轨是语音旁白 有声音 可是这里就没声音啊 那第二轨呢 这里是背景音乐 可是刚刚我们家片尾的时候 下面有声音耶 我刚刚没发现到 全都往下拉 这里有声音耶 有看到吗 那有声音呢 其实可以往上推上去啦 不用到那么后面 不要再加一个轨道 那这边就不好咯 又有背景音乐 又有什么影片特效声音 那我觉得应该把这个删掉 那怎么删 对呀 移到这个时间点来 点到声音的地方做分割啊 分割完后面这一段不要啦 来 再把这个音乐地方再往上提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搞定了 所以你要做选择 所以这个地方有我们原来 那系统配好了这个片尾的声音 那我就把原来的声音切掉 有没有拉上来不重要 重点是什么 这个时间点 看一下来只有这个片尾的音乐就好了 这个 我们不会让它干扰 第一个可以把声音去掉切割 第二个可以把声音调大小声 讲话声音大声 背景音乐小声 那像这里呢 已经有片尾的音乐 我就会把我背景音乐这段 不会把删除 好